那那些旋律對我來說好像是一些比較遙遠的回憶 就是好像是可以配上黑白的色彩 我最喜歡段落就是第三月章 裡面有非常多就是很動人的旋律 那那些旋律對我來說好像是一些比較遙遠的回憶 就是好像是可以配上黑白的色彩 然後淡淡的一些回憶 跟一些稍微感傷 但是又充滿愛的一種情緒 你會感覺有點甜甜的 也不是說這麼感傷 就是一種很豐富的感受 我最喜歡的片段也是第三月章 有一個所有人一起演奏和弦 然後它就是一個大旗奏 這兩首曲子要能夠聽到完全四個小節 一模一樣的節奏 然後四個人都是用一樣的方式演奏 其實可能只有那一段的 感覺是一種好像在回憶自己的 喜歡的愛的人這樣 那個片段我覺得就好像是它在 不知道是跟生命 還是說在跟愛的人表達 還有多愛他這樣子 所以它其實整個樂曲聽起來很多時候是很複雜 就是很多線條是交織在一起 可是在那個瞬間好像一切都不重要 我覺得在當下其實是會讓我的心 總感到蠻震撼的 我覺得在這個四個樂章當中 你可以聽到人生的酸甜苦辣 因為它真的有太多的情緒在裡面 然後你可以在每個段落 你可以找到跟你的人生 或許是有共鳴的一些畫面 跟一些讓你突然間想起的回憶 演唱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